那是我还是个小孩子 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 有一天爸爸让我闹起了小提琴 四根宣称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 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 缺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时无测 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 缺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时无测 那年我五岁 十点后我成了个大孩子 变得勇于敏感沉默寡言 我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 也开始和爸爸妈妈吵架 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 去找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 寂寞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 去找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 寂寞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 去找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 去找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 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二十五岁爸爸 妈妈妈对我说 什么事否则你会孤独寂 总是这样你会孤独难过 那年我二十五岁爸爸对我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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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了一个家和可爱的女儿 有了一群只得到何的朋友 那年我三十五岁 妈妈对我说 我们为你骄傲可开上去 并不快乐 那年我三十五岁 后来的生活 就像一笔电影 经历了破碎的鬼人士龙 如今我和爱人与孩子们累吧 终于懂得它们是温暖我心的比喻啊 那年我四十五岁 妈妈对我说 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不然你会悲伤失落 那年我四十五岁 妈妈对我说 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不然你会悲伤失落 那年我四十五岁 时光匆匆 很快我就会老去 也会活到爸爸历史时的七十岁 回首往事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它曾定命的 所有那些平淡无畏的霸与 那年不休 爸爸对我说 却一点都是否则你会 一事无成 那年不休 那年不休 爸爸对我说 却一点都是否则你会一事无成 那年不休 爸爸对我说 学一点都是否则你会一事无成 那年不休 那年不休 爸爸对我说 不要哭 不要哭孩子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 那年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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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妈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